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14个被告裁定罪名成立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裁决国立了非法手段不限于武力 涵盖违反基本法的滥权行为 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31人认罪 14人经过百多日审讯之后被定罪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反映犯罪计划规模大和严重 涉案人士提出所谓 揽炒十步曲计划 同时通过大规模街头暴动和其他手段 使香港社会陷入停顿 加上国际政治和经济制裁 达致揽炒 揽住香港和市民跳崖 令全国香港社会和市民受无穷的伤害 李家超说 裁决确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元素中的 非法手段不限于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 又或者刑事罪行的手段 应该涵盖违反基本法的滥权行为等其他非法手段 立法会议员也必须离行宪制责任 根据财政预算案的利弊审议 可以通过可以不通过 也可以作任何的意见 甚至提出修改 都是宪制的责任 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立法会议员 他已经说明 我不理你的内容好语差 总之就无差别 你一拿来我就否决了 这样法庭很清晰 就违反了基本法第73条 他重申社会必须有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才可以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要时刻警惕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